美国是个购物的天堂 好用的美妆品也是超级无敌多 不论是开价好物 还是网路发机的小众品牌 通通一次介绍给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前两个月啊 我有介绍巴黎药妆店美容编辑 推荐的必买好物 现在啊 我特别请到Vogue美国版的美容编辑 推荐2019美国必买的美妆好物 各个都是好入手又好用哦 在美国购买美妆品啊 其实有三个地方可以买 第一个就是他们最大的连锁药妆店CBS 它大的就像超市一样 有卖的是日用品啊 美妆品啊 药妆品啊 甚至食物也有 另外啊 还有就是大家最爱去逛的美妆店Sephora 里面的彩妆品啊 多到非常的惊人 也非常适合挖宝 最后啊 还有就是一般的超市 也可以买到便宜好入手的药妆品 这一次啊 我介绍的这几样 美国必买的美妆品 就是从这三个地方买过来的哦 第一类啊 其实是面膜的品项 第一个面膜啊 其实就是这个牌子 Summer Fridays 其实这个面膜啊 最近啊 在美国真的非常非常的红耶 是在2018年创立 到现在其实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它曾经在Sephora创造 一上架 立刻就被抢购一空 然后常常货柜上 就是写着补货中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 那这个牌子啊 其实它的创办人 是两个IG的网红 是Mariana跟Lauren 他们其实两个人的IG的followers 大概加起来有100万人哦 他们两个人啊 经常在他们的IG上面 分享他们的美妆啊 保养啊 穿搭跟他的生活 Summer Fridays的产品啊 都是这两个创办人 他们跟粉丝互动而来 因为他们自己啊 其实觉得已经用过很多很多的保养品 知道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然后呢 有一些粉丝啊 会写出一些问题 说自己的皮肤需求 所以他们就是根据跟粉丝互动的需求 来研发产品 他们现在推出来不到两年的时间啊 其实只有三支面膜 跟一个最新推出来的精华液 那他们比较厉害的 就是比较发迹的面膜 就是这一款蓝色J-Leg面膜 就是时差面膜 你听听看时差面膜 好像就是你就是本来很疲倦很疲倦嘛 一敷完就是立刻容光焕发 那这一款面膜啊 其实挤出来是一种白色的乳霜质地 它最重点啊 其实是可以帮你那种比较皮类 干燥的皮肤 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 立刻补足很高很高的水分 其实你可以厚厚的敷一层 大概等待十分钟 用水把它洗掉 皮肤就会容光焕发 或者是呢 把它薄擦 就是擦一点点 就是不要有白色的这个样子 薄擦当成晚安面膜 这样子你一觉醒来 可能就可以让你的皮肤 从红眼斑肌 升级到商务仓的等次 让你的皮肤就是很光亮 那我自己啊 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一款 橘色包装的R加R面膜 因为这一款面膜真的敷完之后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啊 它是一种比较透明的凝胶质地 然后呢 其实里面还有一些颗粒 这些颗粒啊 其实是玫瑰花瓣 然后就是你在涂的时候啊 其实有一点点轻微的去角质 那最主要是针对那种皮肤很干很干的人 你敷了十分钟之后啊 把它洗掉 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像一般的面膜洗掉之后啊 皮肤就是润泽感 可是它一洗掉之后啊 皮肤就像是刚上完美容一样发亮 有的人会可能不习惯这种质感 可是一洗掉之后 好像皮肤刚上完保养品一样 你真的其实不用再杀其他的保养品 就可以保持它的容光焕发 第二个面膜的牌子啊 其实这个绿色包装的Tata Harper 其实这个牌子我注意它蛮久了 后来我发现 我的美国同事也有介绍 那其实Tata Harper啊 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蛮有名的网红 他在他的IG上面也分享他的生活 那他为什么会创造这个牌子呢 原来是之前啊 他的继父得了皮肤癌 所以呢他就把他自己在美国的一个 本来是要用来度假的农妆 把他改成就是有机栽种的一些植物啊 农作物 然后把他做成保养品 他的保养品啊 其实都标榜百分之百的纯天然 而且都是纯手工制作 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 这个换肤面膜啊 其实是我同事跑了两次 Sephora才买得到的 其实他买回来我也觉得说 怎么这么一小罐 面膜怎么这么一小罐 他标榜只要是成分有效 是不用后敷太多的 那这个换肤面膜啊 打开来看其实也是一个凝胶的质地 它是比较适合一些 就是皮肤比较油啊 比较粗 有粗大毛细孔 或者是有粉刺的一个 深层清洁的面膜 那凝胶的质地看起来啊 其实有点点橘橘跟粉红的颜色 你可以敷在你干净的皮肤上面 大概十分钟 你不会觉得皮肤蛮刺痛的 然后十分钟之后啊 你把它洗掉 皮肤就会感觉很柔滑 而且很干净 很多品牌的保存期限啊 其实都标示在外盒 可是 如果外盒我们已经丢了呢 就完全查不到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制造的啊 那它在Harbor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是在它的瓶盖下面啊 其实有一个数字 就有一个四格的数字 像这一瓶啊 它的数字是1279 如果你进入它的官网 直接拉到最下面 它有一个叫你输入这个瓶底下面的Number 输入了1279 电脑就会显示出 这一瓶其实是在 西元几年几月制造的 而且它连制造的人是谁都会标示出来 第三款面膜啊 其实是这一款Austara的蓝色面膜 其实这款面膜啊 是我无意间在一次我们的一个 大明星的五间化妆台的影片看到 利福泰勒 它一次介绍二十几个 它爱用的美妆保养品的时候 它在里面有使用到耶 它就是用它来做一个深沉清洁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那这个Austara的这个保养品啊 它其实推了很多很多的面膜 它的创办人啊 其实是1960年代 一个很活跃的一个超模Sony 它自己其实不但是模特 它还是美容家 是个营养学家 更是个时尚专家 那这款蓝色的面膜啊 它打开来里面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蓝色耶 然后它蓝色的原因啊 是因为它使用到了蓝色的矿泥 还有一些高磷土 可以就是用来深层清洁 那涂起来啊 其实非常非常的细跟柔滑耶 我自己其实有使用过 我觉得敷在脸上啊 就是满满的都是一些 精油疗愈的味道 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成分是茶树 当你把它这个洗掉之后 连一些痘痘啊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接下来就是保湿化妆水的部分 那其实原来美国人跟台湾人一样 非常喜欢玫瑰系列的保湿化妆水 那第一瓶啊 是这个Hero Teach Store的保湿玫瑰喷雾 这瓶保湿化妆水啊 听说在美国有很多彩妆师都很喜欢用 因为他们就是做完 就是化妆之后一个定妆啊 可以让妆容比较持久 比较保湿比较润泽 它的配方啊 就是一个美国的预言家 它在一次灵魂出窍的时候想出来的配方 然后不管这个配方是不是真的 可是其实它是蛮好用的 喷在脸上啊 其实就是玫瑰香味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真的可以让我的皮肤就是感觉 比较累的皮肤看起来比较有精神感 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很神秘的传说 据说啊 这是我美国同事跟我讲的 不是我说的 就是它里面的水啊 其实不是一般的水喔 它是一种能量的水 一种磁化的电解水 所以它是有能量的 跟一般用的一些花水是不同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买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像它说的这么神奇 接下来啊 我要介绍这个Vairs的保养品 它其实啊 在美国已经将近200年的历史了 它的创办人啊 是一个化学家 那它最厉害的研究 就是它在100多年前 就开始研究一些植物浓缩的萃取技术 然后把这个植物浓缩的萃取技术 应用在治疗疾病上面 其实我手上这一瓶金铝莓的玫瑰化妆水啊 就含有金铝莓的萃取成分 所以它对于像我们亚洲这种 比较湿热的气候 容易长痘痘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抑制发炎抑制长痘痘 那因为它加了玫瑰花瓣的香味 也是标榜100%有机啊 无添加 没有人工色素 CP值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玫瑰香味的化妆水 另外啊我要介绍一个 现在美国年轻人化妆包里面 一定都会有一条的除痘神器 就是这个CocoCai的这个除痘棒 那听说啊这个CocoCai的创办人啊 他从年轻的时候啊 就一直为青春痘所苦 他常常去看皮肤科医师嘛 皮肤科医师就开药给他吃 可他觉得长期吃药也不是办法 这样子可能对身体会造成影响 所以有一天呢他就突发奇想 就想说我可以DIY 利用天然的食物食材 来制作一些天然有机护肤保养品 这样不是很好吗 像这一支CocoCai的有机姜黄的除痘棒啊 其实它里面加了一些有机姜黄 姜根 茶树 还有蜂蜡 所以变成了一支像这样子 像护唇膏一样的这种去痘棒 因为它是固态的 其实比较好在你的痘痘的地方就是 一直附着上去 那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啊 如果你觉得它可能有点干 你可以加一点保湿乳液 把它调和 然后呢就直接点在你长痘痘的皮肤上面 它就是可以一直定住在那边 过了一个晚上 它可以发挥很好的消炎的效果 那记得哦 因为这是有机姜黄 所以是黄色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要把它洗干净 要不然脸上就会黄黄的一个印子 那听说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棒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两款是 家庭必备的万用膏体香膏之类的 第一个啊是这个AMD的尿布软膏 其实这个在美国家庭啊 其实还蛮普遍的 如果有一些新生儿啊 常常会有屁股红啊 尿布疹啊 爸爸妈妈都会买这个 帮它后擦在它的屁股上面 形成一个保护膜 那如果你家没有小baby 要买这个干嘛呢 其实很多人买来它 当成一个万用修护霜 你可以涂在嘴唇周围啊 或者是眼睛周围那种 如果很干脱皮的地方 其实也都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小小的一管 其实随时放在你的包包 哪边如果就是很干到脱屑擦一擦 就可以舒缓敏感 效果也非常的好 另外第二个啊 其实就是大家知道的铁锤牌 其实这个也是 美国家庭的百年用品 这个Arms and Harmers 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利用小苏打这个成分 去放在它每一个品项里面 那它的小苏打粉 可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哦 因为它是用可食用级的 就是可以吃的那种小苏打粉 它的去脂效果 它的清洁效果都非常好 那我其实现在有个同事 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那他是跟我分享 它这个体香膏啊 其实它的味道 就非常非常的清爽 宜人 而且它擦上去啊 不会残留一些汗字 或者是把它的白色衣服弄脏 以上啊就是我推荐的 美国药妆美妆必买 那你自己有没有用过哪些产品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让我知道哦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